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下个月发表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 会维持逆周期财政政策 尽可能兼顾各界利益 陈茂波在网址就说 市民对预算案的意见颇为分歧 有人希望政府再派钱 但是也有市民说 政府应该开始缩减派档的措施 这些意见各有道理 但是也有不少限制 陈茂波就说 经历连续两年的经济萎缩 中产和基层的生活压力很大 痛感很实存 但是近几年政府经常开支 持续迅速增加 加上疫情 令到今年录得破纪录的财赤 财政储备在一年之间减少近三成 降到8千多亿元 今年前景仍然充满不确定 要预留资源应付 已知和未知的情况 下个月24日发表的预算案 仍然会采取逆周期财政政策 透过维持甚至增加 尤其是投资方面的公共开支 能够缓和经济下行 对社会民生造成的冲击 并且为疫后重振经济做好部署 至于大型税制改革等重大的问题 涉及整个社会的深层次调整 和未来路向 难以透过一两份预算案处理 另外资金局主席黄有加 在网至债民就说 去年的经济饱受疫情重创 资金局已不断协助打工仔 追讨拖欠的强积金公款 并且会持续优化强积金的投资选择 为计划成员争取更加的投资回报 亦都鼓励业界在强积金的框架之内 然发适用于供款和提取 两个阶段的投资新方案 资金局也会全力推动业界转型 提升数码能力 令到他们更加具抗疫力 和提高业界的竞争 无线电视记者萧永燕报道 误C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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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C 误昊